今天氣象時間一塊來關心天氣 馬上我們就來掌握又有熱帶性低氣壓生成了 雖然說白鹿颱風前腳才剛走而已 不過很快的在今天早上8點的時候 原本位於菲律賓東方海面上的熱帶擾動 已經進一步生成一個熱帶性低氣壓 雖然目前來看其他結構相對還是比較鬆散的 但因為它所處的環境還是非常有利於它的發展 所以它現在持續整合當中最快不排除其實在明天 它就有機會成為今年第12號颱風叫做陽柳了 而大家最關心的就是它會不會接下來影響台灣的天氣呢? 其實就目前的預報資料來看 未來如果它成台之後 估計它會從菲律賓通過之後然後進入到南海 這個路徑目前來看相對機率是比較高的 不過當然整個路徑上都還有往北修正的空間 所以都還需要密切的注意來觀察 只是在它成台之前 全台各地要留意的還是各地的溫度表現 因為你會發現呢其實現在整個太平洋高壓 開始逐漸的犧牲增強了 也因此像是今天在溫度來講呢 全台各地呈現多雲稻情悶熱的天氣狀況 今天各地高溫都可以來到32到34度 35度左右 其中我們要特別提醒的就是在雙北市了 因為現在氣象局針對雙北市是發布了黃色高溫資訊 代表雙北市今天有機會挑戰36度的高溫 也請雙北市的觀眾朋友要趕外注意 而在午後降雨來講還是要提醒呢 今天午後恐怕這個全台都還是要盛防 會有一些午後雷震雨的狀況 特別西半部的山區要留意會有局不大雨的情形 不過好在這樣的狀況到了晚上會停的下來 只剩下迎封面的東部一帶 還是要留意會有一些零星短暫震雨的狀況 最後一起來關心 今天各地更詳細的溫度預測 今天在北台灣特別要提醒的就是在雙北市還有桃園 以及新竹一帶降雨機率都是偏高 來到了60%到70% 但是沒有下雨的時候其實各地都還是悶熱的 局部地區挑戰35-36度的高溫 中台灣僅僅今天下半天降雨機率也都偏高 特別台州 南頭還有雲林一帶 特別靠近山區的地方 都要留意會有局部大雨的狀況 至於在南台灣今天天氣相對是比較穩定的 降雨機率比較偏低 10%到20% 各地溫度落在30-34度左右 東半部一帶特別靠近山區 在午後還是要留意會有雷震雨的情形 溫度來講各地主要落在30-34度上下 最後來看都是在外島地區 連江29-32度 金門30-33度 空湖溫度29-32度 好 最後提醒小經濟再次提醒您 其實在禮拜三之前 各地都是一個悶熱的天氣狀況 只有在午後 特別是山區也要留意一些熱對流的發展 但是到了禮拜四開始之後 剛才有提到這個熱地壓恐怕會成為颱風 它的外圍雲氣會替南部開始帶來比較多的水氣 所以更多的天氣上動態 就請您要隨時鎖定我們的台式氣象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氣寶 我們在京城中 我們要坐在一起 我們要坐在一起